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今天来聊聊转生史莱姆中神奇的命名进化 即使是在转生史莱姆的世界里,命名也是一种特别的行为 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的 而且即使被命名了,外貌也不会改变的情况也有,例如胳膊塔 但是有些魔物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表变成了令人惊讶的美 不过那种程度的变化就感到吃惊的话,那还差得远呢 这次我们将介绍那些被命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后对比 以及一些命名后引发的震撼故事 首先介绍的是利格鲁德 在谈论命名的变化时,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 在动画播出时,利格鲁德冲击这个词可是转生史莱姆中最流行的 利格鲁德是利姆路最早到访的哥布林村的村长 利姆路参考了自己的名字,将他命名为利格鲁德 在被命名前,他是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结果被命名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壮年的肌肉巨恨 这种惊人的变化让观众们大吃一惊 于是出现了利格鲁德冲击这个词 因为利姆路的命名,哥布林们也进化成了大哥布林 外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算在这些哥布林中,利格鲁德也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什么只有利格鲁德变化这么大? 这个原因并不明确 但有记载命名后的外貌变化会受到本人愿望的影响 利格鲁德可能在潜意识里对肌肉身体有着强烈的冲击 不仅是外貌,利格鲁德在魔国联邦还担任了行政一致 其能力也发生了变化 讨论命名前后变化巨大的角色 利格鲁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接下来介绍的是仓华 仓华的变化方向和利格鲁德不同 仓华是前西裔人王国首领的情卫队长 在战线溃败时,被首领托付前往利姆路处求援 后随着戈壁尔因怕乱之罪而被驱逐到了魔国联邦 仓华也带着几位部下一起到了魔国 他的哥哥戈壁尔虽然有实力 但过于浮躁,有很多不安定的地方 实际上他也会轻易被魔人的花烟桥鱼锁片 可能优秀的部分都被妹妹吸收了吧 但就算这样也算是很强的战力 他们并不是魔国联邦的成员 但他们自愿向利姆路请求成为他的部下 然后被命名 仓华也从爬行的动物的外貌变成了有着虎牙的美丽人类 这变化差不多和利格鲁德的变化一样大 甚至比他还大,连种族都变了 但其实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虽然看起来很难相信 但仓华的种族和哥戈壁尔是一样的 都是龙人族 很自然地从蜥蜴人进化而来的龙人族 作为龙人族的特征也都还在 教和翅膀也能显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仓华还继承了之前的虎牙 虽然同样是龙人族 但仓华和哥戈壁尔确实不太一样 在介绍利格鲁德的时候也提到过 命名之后的变化会强烈反映个人的愿望 因此仓华因为强烈希望拥有人的外貌 所以也变成了不一样的样子 而哥戈壁尔因为不希望变成人的样子 所以他还是保留了爬行动物的外貌 至于为什么仓华希望变成人的样子 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苍蝇的影响 仓华对救了他命的苍蝇怀有敬仰之情 因此希望自己能接近苍蝇的样子 本人声称只是作为战士敬仰他而已 但他和苍蝇一起做了雪人 这已经完全是那个方向的感情了吧 但苍蝇可能没有察觉到 仓华对自己的好感 以红丸为首的大鬼族 感觉整体都有点迟钝 苍蝇对仓华的态度也被红丸指出 他说苍蝇 依然把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拒之门外 可苍蝇却回答 这叫爱的深沉 不管怎么说 仓华因为命名变成了人类的外貌 这不仅是大变化 也称得上是大冲击了 第三个是哥布塔 要发现他的变化就像找不同一样不容易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命名变化带来的冲击 是一个罕见的案例 哥布塔不同于前两个人 虽然被命名了 但外貌完全没有变化 是一个神奇的角色 他的能力又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种族也进化成了大哥布林 而且哥布塔的实力 在命名的哥布林中也是最强的 不知道是因为天赋才能 还是因为命名 哥布塔有着巨大的潜力 他只看了一次 就学会了利姆路的回旋梯 还能使用蓝家的影子移动 最终他甚至能和蓝家合体 掌握了魔狼召唤的技能 简直是个超级强者 和其他大哥布林不一样 哥布塔明显成长得太快了 这和他被命名了 也不变化的样子有关系吗 作品中没有提到这点 但我个人认为没有关系 因为有其他两位哥布林的外貌 也没有太大变化 如果没有强烈的愿望 命名后不会有大的变化 因此 哥布塔的外貌没有变化 只是个别案例 所以哥布塔的实力 应该是和个人素质有关 在哥布塔被命名后 他在白老的训练下 学习了战斗技巧和技术 因此 哥布塔的强大 不如说是因为天生的素质 加上努力 接下来介绍的是 红丸他们大贵族 这六个人命名的经历 和之后的进化是一样的 所以一起介绍 这六个人是红丸 猪菜 苍蝇 白老 紫苑 加上黑兵卫 黑兵卫是个锻造师 出场次数少 特别是战斗中更是很少出现 但他和红丸他们一样 进化成了鬼人族 日相曾说 能从大鬼族 进化成鬼人族的案例很少 所以红丸他们能进化成鬼人族 被命名的原因占很大一部分 不过 命名的进化 只是到鬼人族为止 之后 利姆路进化成觉醒魔王 带来的连带效果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底 命名带来的最大变化 就是建立了魂之回廊 命名者与被命名者 通过魂之回廊 可以共享体验和记忆 这意味着灵魂被连接 可以进行能力共享和赐福 所以当利姆路进化 或获得什么时 红丸他们也会得到后处 这也就是说 边居命名者不同 命名后的命运会大不相通 当然 被利姆路命名后 他们注定要走向成功 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对象 红丸率领的红艳重的队长 戈布亚 红连队的成员都是鬼人族 而戈布亚是个戈布林 所以戈布亚就是从戈布林 进化成了鬼人族 这也是利姆路成为 觉醒魔王时的赐福结果 这不是个异类案例 因为戈布亚和其他 大戈布林一样 对红丸有着强烈的冲击 此外 戈布林本来就是鬼族的一种 写作小鬼族 接下来介绍的是 赛奇翁和阿比特 赛奇翁和阿比特 也是利姆路命名的魔物 有一天 利姆路在森林 发现了受伤的赛奇翁和阿比特 赛奇翁像甲虫 阿比特则是大黄蜂 赛奇翁身受重伤 甲壳破碎 但他仍然保护着阿比特 这让利姆路感动 于是给他们取了名字 利姆路觉得 只是给有点裤子虫子 取了个名字而已 当时利姆路用自己 史莱姆的一部分 修复了赛奇翁的甲壳 但这引发了巨大的变化 赛奇翁本来就是 虫魔王塞拉努斯的儿子 本身已经很强大 加上利姆路的命名 和身体的一部分 这简直是超级进化 恢复后 赛奇翁和阿比特 在魔国联邦的花园工作 这个时候 他已经能使用 利姆路的一些技能了 这是因为修复甲壳时 赛奇翁体内 含有利姆路的部分组织 赛奇翁和阿比特 住在树人族的聚落 所以在作品中出场不多 但他们在这段时间里 进化成了人形虫魔人 这让利姆路大吃一惊 更惊人的是 他们后来成为了 地下城的守护者 赛奇翁更是被暴风龙 训练成了魔国最强的魔物 他的实力超过了 红丸和迪亚布罗 实际上 赛奇翁在迷宫内 成功击退了魔王迪诺 而阿比特 两人成为了地下城的守护者 魔国联邦的最强战力 赛奇翁和阿比特的强大 是通过暴风龙等得到的 利姆路完全不知道 但这一切的起点 是利姆路的命名 最后介绍的是迪亚布罗 迪亚布罗也是利姆路命名的 本来是原初的恶魔 在利姆路成为 觉醒魔王时召唤的上位魔将 为了替代陷入沉睡的 利姆路处理善后而召唤 当时本来要召唤 70个上位恶魔 但迪亚布罗强行挤了进来 迪亚布罗对利姆路有强烈的兴趣 渴望被召唤 趁着利姆路昏昏欲睡时 自己冒了出来 这涉及到近的面具故事 这里就不展开了 问题在于之后 利姆路在不知道召唤出的 恶魔的真实身份情况下 给他取了名字 在快要睡着时 谁会想到原初的恶魔会冒出来 结果显示世界中 恶魔获得了实体化 可以自由活动 顺便说一句 利姆路发现 命名消耗了他觉醒魔王后 获得的十倍魔力的一半 惊讶不已 利姆路也因为命名了 原初的恶魔 而被人惊惊乐道 最后是原初的三姐妹 戴斯特罗莎 卡雷拉和乌蒂玛 利姆路不止给迪亚布罗命名 还命名了这三姐妹 原本是因为迪亚布罗工作太忙 为了让他们代替他工作 把他们带了过来 但迪亚布罗的目的是 观察利姆路并不是为 魔国联邦工作 最初三姐妹对利姆路并不服气 只是对他作为原初黑色的主人感兴趣 如果无趣的话就打算杀了他 至于为什么要给他们命名 这和智慧之王有关 利姆路的纠结技能 智慧之王看穿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即使他们隐藏了气息 利姆路仍能看破 这让他们感到很震惊 此外 卡雷拉释放的压迫感 也无法让利姆路动容 所以他们认同了他的实力 恶魔基本不会屈服于比自己弱的人 于是三姐妹和迪亚布罗一样 被赋予了名字 获得实体化 加入了利姆路的阵营 当然命名后 他们的基础能力提升 不过最大的变化 还是世界的平衡被打破了 今天就暂时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